两军阵外的山坡上 树叉上还蹲着许多前来观战的家眷 家眷里还有许多美丽的魔族女子前来看夜华和连颂 却不想 今日撞了大运看见了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却如传说里的一样高贵俊美 却也真如冰一样冷傲 可冷傲的帝君对那个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没常开的小丫头 极是温柔 人群里有人低语 传言东华帝君曾为他抢亲 山坡间顿时一片唏嘘之声 唏嘘声也由远远躲在山后的续阳魔君 他看着帝君给绑头发的女子 不过是个小丫头 哪里就如自己妹子那样文雅温柔漂亮 若是说女子的妩媚击横远上他一筹 可东华帝君怎么就看不上他了 忽然想起他故去的老爹在临死前 还娶了一个两万岁的丫头 他想或许帝君却如属下戏言 老牛爱可嫩草 可妹子也不大啊 续阳魔君看着聂初营要和凤九交手 心中暗暗盘算 那丫头定是打不过聂初营的 待他要败下来时 他便抢个仙机解了他的困局 给东华帝君一个面子 他发动这场战争 不过是想控制其他几个魔君讨些好处 没必要得罪东华帝君 况且他也看出来帝君虽然没要他妹妹 但帝君似是对姬横也不同旁人 有了这个想法 他便引到了大军里等待机会 可战场上交战的两人却不如他的意 我手直鼓鼓打造的陶铸剑已经和聂初营过了七八招 他的法力的确在我之上 好在我先有刘光哥哥指导 又有帝君亲自传授剑法 所以我出剑诡诀 他一时间很难猜到我的路子 并没有得手的机会 可这样下去带我体力不知 稍有不善他的长剑就会扫过我的喉咙 聂初营并没有看对手是个女孩 是个小女孩就有怜惜之心 他早猜到续阳不想真打 所以在魔族里散播帝君愧对魔族公主的留言 此刻 他就是想要杀了东华的女子挑起真正的战争 他知道续阳心机多 小燕法力高 若他们在他永远都别想统领魔族 所以见比一见凶狠 两军阵前也打得飞沙走石 观战的连颂 夜话起初觉得帝君只是哄着小狐狸玩玩 过了几件就会上去接他 必定谁都能看出来那是个孩子 可他们发现凤九打起架来却想变了一个人 他支气的脸上透着一派杀气 眉里间全然不是依偎在帝君身前的样子 一把软软的逃柱剑很忙若留心 剑速至快之狠之鬼就是他们几招之内也是要闪躲的 十几招之后 凤九的体力有些不知眼见聂初营占了上风 连颂有些耐不住 看了一眼抱胳膊欣赏的帝君道 不去接他一下 聂初营那架势明显是要他的命 他也配 连颂眼见着凤九显显的躲过了一剑 心口跳了一下 他若有事 魔族估计就要合族被灭了 却听帝君悠悠的诱道 小白聪明 打架也是要靠脑子的 此时 我的剑只能格挡捏出赢快速的攻击 想要再攻击他却力不从心 不过 帝君说过败是不见得就败 刘光哥哥说过不到最后一剑谁知道死的是谁 他一剑在沙莱石大厂上挂的皮毛随风扬起 那是一道灵光 聂初营喜收集动物皮毛 大凤九当初就被他骗了 面积此我不由地笑了 聂初营觉得自己这一剑下去就能抵在他的喉咙上 见到眼前却看他诡秘的一笑 笑得他心里一晕凸起 剑偏了出去 就在剑偏过时 他眼前闪现的是九条红如云霞的狐狸尾巴 那九条红尾上的一点点雪白像是冰山上的雪融在他手心上 只见得手顺时无力 可还未多看上一眼 胸前被挑了一剑 腰上也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他倒地时有人甩了绳索把他捆了一个结实 灰晕神军没有慈悲心也不讲优待俘虏 把他狠狠地摔到了天族士兵的脚下 这一瞬 发生得太快 连奉想不到 夕阳更是没想到 他们只看着帝君开心地上前给女孩 擦汗还疼爱地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不知是谁不失时机地喊了一句帝君帝后 两军阵前 天族士兵迎枪遁地 一时间山谷里都是此起彼伏的呼喊声 我仰头看着帝君 东华哥哥我没打过他 我使诈了 我画出九尾迷惑了他 兵不厌诈 打架也拼计谋 我的小白聪慧 你打过他了 那我没给你丢脸 我能保护你 你为我骄傲 其实不用帝君回答 我看着东华哥哥眼里的喜爱就知道他 甚至骄傲自己的小娇妻 能打能杀能文能武 我还陶醉在自我的满足之中 就听小燕大骂了一句 废物 他抡着铁剑走过来说 臭兵快脸 他不代表魔族老子跟你打 帝君轻松答应小燕和他打架时 我是不同意的 他的秋水毒还未痊愈 况且我猜测帝君昨日定是耗费了许多体力 这时和小燕打架很吃亏 我看向一边的灰云神军 叫灰云陪他打吧 帝君手指弹过我的鼻子 逗我 怎么 你怕夫君没有体力做紫薯饼 东华哥哥你正经一点 这可是战场 帝君看着小白关切的眼神 勾起唇角 道 你不是想看我打架 话是说给凤九听的 但帝君是真的想和小燕打架 因为他刚才看小白打架时 就为他在战场上的风资惊悦了一次 小白此时不过还是一只幼虎 他的美童女子的风情妩媚不同 他爱撒娇 大多时候都是娇俏可爱的样子 可 刚才他一袭白衣手执一柄软剑迎风傲然战利 背影如玉树亭亭 山风扬起情居 他起见时对他回眸一笑 那笑里是横扫千钧万马之事 他想到了他长大的样子 那并会绝愿四海八荒 他知道小白自小崇拜他 可那些赫赫战功都是躺在书本上的他没看到 四海八荒难得有一个人可以叫沧河剑活动一下 他就应了 帝君和小燕这场架打得意毫无悬念 帝君单手执了沧河 脚下不太风流轻姿卓然 着实叫我过了一把看他打架的影 两人从山谷打上山巅 魔族大地上依时雨依时虚 见风锁过之处一片狼藉 不过一盏差的功夫 小燕被帝君打得三起三落 俊美的脸颊上挂了一片片乌青乌紫 可他竟然还没有放下执念跟帝君拼起了幻术 等他从帝君老人家罗列的剑影里杀出来时 我已经奖励过帝君两串也铺套了 看着他那个样子 我想他定会羞愧地跑掉 可他瞪着眼睛又骂了帝君一顿 说他输了是近日在战场上消耗的体力太多 不然也不会输 他说体力不好 我想到了白水山上的蛟龙 趁两军休战时把他拉到一边说 你去喝一些蛟龙穴 连颂说那个是大补 帝君他 你去喝就是 你是我兄弟 别为了臭冰块坑我啊 我怎么会坑你 魔族是魔族但你永远都是我兄弟 我是怕其他魔君趁你虚弱躲了你的地盘 他大概是看帝君打完架了衣服上海鲜橙味染 脸色依然如润玉就信了我的话 慢慢咧咧地说 老子去把蛟龙吸干了再来找冰块连打架 彼时 我并不知道我的话又害了他 傍晚 帝君不知哪里来了兴致说要慰问三军 其实就是叫我就地取材做了饭菜请叶华 连送吃饭 而且帝君指明要吃我做的红糖原子 我想着上次害了叶华小姑父 所以这次尽心尽力地做了一些好吃的招待他们 席间 狡猾的三殿下看叶华 帝君吃他才吃 他和帝君一样尤其爱吃红糖原子 不过 我看他吃一碗红糖原子东华哥哥的眼力 就多一层笑意 回书屋前 帝君拍着他的肩说 辛苦了 事业 我被连天的战鼓和嘶喊声吵醒 探出窗子看圆月之下 魔族大地上风烟四起 刀剑相撞之声随风迎面入耳 挥云 肥身下树 我跑向慢悠悠溜达过来的挥云问 怎么了 他嗨嗨一笑说 三殿下大概想回家了 半夜冲出大帐 单枪匹马挑了魔族好几座大帐 叶华君一看 干脆配合他发动了攻击 如今两方正混战 叶占 这不合常理啊 我正琢磨 帝君揽了我的肩说 走开热闹去 他带着我飞到了山谷的最高处 下面的战况一览无余 两军混战之中有两个人格外醒目 拎着悬铁尖的小燕和直了几叶枪的连颂打得不可开交 而且两个人打得都流了鼻血 边打边擦鼻血 果真是热血男儿 这才是打仗啊 这一战 打到天鹿西光时 天族士兵已经攻进了魔族的腹地 续阳没想到败得这么急这么快 高举了魔旗和天族谈判 此战况下他哪里还有谈判的资格 只有乖乖地认怂老老实实地做小弟 天军也是个会弄拳术的 打了一顿后又应了续阳魔君求取天族人的心愿 把他一个远方的表妹嫁给了续阳 听说那个表妹跟天军甚是交好 天军对此战甚是满意 尤其对小儿子连颂的英勇杀敌满意 早前 魔约语化后他就想叫连颂接了战神的位子 可他不肯 如今这一战三军都看在眼里 战神之位非他莫属 天族人都在庆贺时 连颂躺在元吉宫的大殿顶上叹息 这一次又被帝君坑了 那夜 他多吃了红糖原子 得到圆月挂在枝头 他就觉得体内躁动不安 不安的血液四千军万马奔腾 奔腾之中 他就念起了梦里的黄衣女子 越念越躁动 看着鼻子流淌的心血 他画出长枪就奔了魔族大营 刚好 小业魔君像疯了一样从白水山冲了回来 两人一边擦笔血一边就打了起来 史书记载 自帝君归隐后 天族和魔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历经半年之久 后 在先锋连颂的带领下夜袭魔族 率挥下猛将攻至其腹地 迫使魔族续迁和平协议 自此天君又安心地当老大了 才能当老大了 弱卫衣 请试试看看